《金刚经》上讲啊 四相四见 诸位要知道啊 你要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好了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四相没有了 但是你还有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你出不了十八戒 所以《金刚经》后半部的教义 比前半部深 前半部你做到了 超越六道轮回 可以震得四国轮 后半部做到了啊 那你就是超越是法界 你就生到这个一阵法界了 化藏世界了 真正学佛的人 明白人 直到没有生死 世间人讲生死 这是迷惑 确实是个错误的观念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说死生 这你死了 那你就生了 死生是真的 生死是错误观念 儒家也懂这个道理 儒家不讲实忠 他讲忠实 你现在看 这你忠了 那你就开始了 生生不息 如果将生死 如果将生死 那就这一断 一断就完了 就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断灭的境界 断灭是属于邪界 十四身是深深不息 一切众生都是深深不息的 不但是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都不例外 现在科学家所说的 物之不灭 物之不灭 就是物有忠实 他这个忠了 那边就又一个开始 那月三十过了 第二天就是又是大年初一 这忠实是正确的 十忠那就完了 就没有了 这忠实 死生呢 那就是深深不息 正因为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才要用功修行 不是说一事就了了 不是啊 往后的这个时光 无由穷尽 人要求好 生生世世都好 一事比一事 更殊胜 这就有意义 有价值了 而不在这一生 生生世世都好 这一生当然好 但是这个当然好 只有你自己知道 只有给你同 这个阶层的 同境界的人知道 比你高阶层的人知道 不如你的人不知道 做什么事情 当然好 有价值欧 尽量不在意 自己温 straight 然后再给你老价值